2020年12月1号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临时代办周凯 日前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影响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 只有人们不休于谈论 才能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 那么歧视使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或者说是一些高危人群 不敢出来去接受服务 不敢去检测 去接受治疗 也不敢去谈论 所以呢 那么这就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性 不要休于谈论 只有我们更多的关注 更多的谈论 才能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 据介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一直在开展针对大众 高危群体 及青年学生等群体的反歧视宣传活动 每年临起之日 国际艾滋病烛光纪念日 以及世界艾滋病日等日子 都会开展相关主题宣传活动 往往会邀请青山大使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 来动员社会上更多人来关注 比如在2018年艾滋病日的前夕 我们请艾滋大使跟我们一起到幼安医院去探访感染者 那么借助他跟感染者的这种交流 把不用歧视表达关爱这种信息迅速地传递给广大群众 我们还会举办一些走进校园的活动 安排我们的青山大使和青少年和大学生们一起宣传艾滋病 周凯表示 歧视是多方面的 不仅来自外界 也有一些歧视是来自感染者自己 这时就需要发挥社区组织的力量 他介绍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社区组织大多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以及男同性恋者 吸毒者 性工作者 跨性别群体等人群组成 进行自我服务 此外 也有由志愿者组成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大部分都在民众部门登记 合法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所以我们通过社区小组的参与 通过交流 培训 跟感染者的沟通 让他们消除自我歧视 提高对歧视的认识 中国有一个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 这个基金每年有5000万人民币的支持 现在支持了大概有上千个小组的活动 每年有上千个小组参与 支持艾滋病的相关服务 此外 周凯认为 增加民众对艾滋病防治的了解 同样是消除歧视的关键 随着科学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方法 可以有效阻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因此 不必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畏惧 也不应对其感染者产生污名与歧视 比如有一个优等优的概念 就是持续地服用抗病毒药物 感染者的体内的病毒是检测不到 所以这样就不能传播艾滋病病毒 在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情况下 那么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可以和非感染者 结婚 生子 他们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不会造成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周凯表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逐渐平稳 由社区组织主导的未感染者和重点人群的检测 咨询 治疗关怀等服务迅速恢复 联合股艾滋病规划署相信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在社区组织的充分参与下 在尊重人权和保护脆弱人群的良好环境下 如果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人们可以战胜新冠和艾滋两个疫情